一遇昨夜同样没休息好 出门前特意让平慧上楼去取了本书 免得待会儿坐车时候睡着 书留阁还是老样子 坐落在王府冬雨一角 安静得不像话 身在王府中又隔绝在王府之外 其实这里并非是魏王府的主院 却是李太的住处 这正堂大院他两年前只去瞧过一回 紧靠着北边 是比照同宫里李太那座穹林殿盖的 很是奢华 但用一遇的话说 那从卧房走出去就要半盏茶功夫的屋子 不像是人住的地方 捧着书看了一小会儿 他眼皮子就开始打架 可李太就在他边上坐着 他不好意思打瞌睡 便强打着精神盯着书上一行字 两眼发直 神情就变得呆呆的 殊不知 李太早将他挣扎的困样看在眼里 因嫌少见他这般憨态 便任他死撑 直到见他闭了会儿眼睛 再猛然睁大 还偷偷拧了下大腿的肉 他方才一手抽走他拿歪的书 一手扣在他脖子将人勾过来 把那僵硬的小脑袋按在膝上 低头瞟他一眼 道 还没到睡会儿 一遇是真困了 这次出门又没带提神的药 昨晚睡姜的脖子 被他不轻不重地捏了两下 很是舒服 便软了身子 困一上来便老老实实地趴在他膝上 闻着那淡淡的香味 咪了过去 嘴里还不忘嘀咕道 道乐喊我 嗯 李太拿起他的书看着 手上动作却没停 一下一下地揉着他细长细柔的脖子 听见他呼吸安稳了 才重新低下头 仔仔细细地将人看了一遍 依着他八九岁时的模样 十二岁时的模样 再回到眼前 这样渐脱稚嫩的脸庞 不觉眼中有了余色 心里似有种异样的满足感 捏了捏他腮上的软肉 将手护在他背上 半个月日夜不休地疲惫 迟迟涌上 他就半依在窗边 渐渐也合了眼睛 竹子到了 马车在城东的天鹤寺外停下 阿生轻支了一声 没见动静 便小心翼翼地去掀了车帘一脚 王林瞅了一眼 瞧见车内光景 愣了一下 便又将头缩了回来 演好车帘 扭头望一眼城边的红日 摸摸下巴 摇头无声地笑了笑 天鹤寺比起石济寺来 笑上一半不止 修建也不十分地精致 可院中挤住百年老树禅乡 白石铺路 取静通幽的独到之处 是别处寺院没有的 做完了早课 日头冬起时 主持院中一间代课禅房 大开着门飞 走进院子里送茶的小僧 跨进门 瞧见围坐在奇岸后的三位老人 上去将茶放下 立在一旁 好奇地多瞧了几眼 那留着长须的白眉道人 正同师伯智人下棋的会远大师 他认得 是史济寺的主持方丈 可这位道人师佛 他是头一回见 胡子长长的 好生有趣 察觉头在身上的目光 老道抬头冲他一笑 胡子抖了抖 小僧对上他双眼 脑中睁了一下 就觉心思一眼被他看透了一般 红着脸扭了头 小僧对师伯道了一句 回去温习早客 便抱着茶牌快步走了 心静性纯 不错 听见老道出声 慧远将提着子 顿在空中 改了方向落下 智人一扫全局 撕了片刻 将手中黑子放回齐碗 静静一笑 道 输了 师兄从不与我笑完一局 慧远迎了棋 却露出怅然之色 一闪而逝 扭头对一旁看齐的老道道 天僧今日是来找师兄下棋 先师呢 老道道 为一人而来 慧远沉思 致人道 僧 客 不必猜 人已到 老道甩甩手中浮沉 搭在壁弯 看向房门外 被日头照气光影的院子 轻一一声 对上志远疑惑的目光 笑道 听到是有算错事 此时人应已到 不知为何 却还没来 会员点头 志人淡笑不语 三人就坐着喝茶 又等了半个时辰 方听见院中脚步声 刚才离去的小和尚又回来 手上捧了一块木牌 师伯 有位姓长的施主求见 志人接过牌子看了 看一眼身旁老道 问 请他来吧 是 小和尚又跑了出去 会员问道 先师要见的人可是来了 来了 老道屡屡胡子 冲二人一笑 又静坐了半盏茶后 竟是起身离去 会员志人相视一笑 都是不解 却不质疑 片刻后便见门外来人 大师 李太走进门内 先对志人一礼 后是会远 一月是没想 一觉醒来 就过去了半个时辰 枕在李太腿上 半边耳朵被压红 这会儿 坐在待客的禅房里头 依旧觉得耳朵热热的 连同心里一起 李太领了他在这儿坐下 便独自离开了 没过多久 就有僧人端了斋饭过来 还是热的 想是李太嘱咐 这寺中又经常有人来食斋 便早有准备 他早上是没吃早点 见了这两道清淡的素菜和小米粥 肚子便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好在屋里就他一个 门虽开着 外头也没人 尝了几口这里的斋菜 意料之中的好吃 以外地和他口味 蘸茶后就将粥喝见了底 意犹未尽地回味了一下 打定主意 有空就来这里吃上一顿 添些香火钱 是比上红月楼一百两一桌 还要吃得香甜 禅房里除了一架屏风 和两张席案 别无摆设 一遇在屋里坐了会儿 就转到了院子里 一时春末 院中几棵树 都立冬之后 又重新冒盛了起来 当中墙下有一棵老树 树腰有三人环抱还粗 树干并不直 像一侧弯扭着 似是被繁殖茂叶压弯了腰 很好爬的样子 枝叶遮住了阳光 并不刺眼 他仰头看着树上粗壮的枝叉 恍然间想起小时候 他二哥最爱就是爬树 尤其是在他迷上 村外小树林子里的野果后 便是每日从镇上武馆回来 不管再累 都要绕到树林里去走一遭 给他折几只能吃或者不能吃的果子 有的能苦死人 有的确实能甜死人 想到这里 不觉神情暗下 神手摸着老树粗糙的树皮 两年多了 还是没有卢俊消息 卢志留给他的信上 指出了卢俊可能的方向 李太一直在派人帮他四处打听寻人 只是 从没有过好消息传来 他心底是明白清楚 这么久过去 若他二哥没出什么事 怎会只字片语都没传回惊 可他偏偏销声匿迹 非是遇上什么意外 他不想朝着坏的地方想 便一直抱着希望 不像那时他亲眼瞧见那片怒然的火海 想不死心都不行 怀同人性又易隐忧 这树老怀一生有七十三个年头 小施主还是莫多念想为妙 听见身后突然响起的声音 一欲回过神 窄去眼角的湿气 松开扣紧在树干上的手指 转过身去 看见七八步外白眉长须 以身白袍的道人 并为细凉先是心中意义 这和尚们的寺院里 怎么还有道士来串门 槐树下一遇见着来人 收敛了心神 行了个简礼 见过道长 唐初是个尊如众道 不义佛的时代 道人的地位 甚是比僧人更要高上一层 且不说眼前这白眉道人 从何而来 单是一身气质 便叫他觉得不一般了 此人白袍不染 疏眉浅笑 面和气定 套句俗话 就是有道骨先锋之相 老道对他点了点头 便又朝前走了几步 并不疏必 在他身边站好 仰头望着这老怀 被压弯的支插 也不作声 一遇出于礼貌 不好就这么走开 便在一旁陪着站了 望着头顶怀之 方才没有细看 便没有发觉 那树叉上搭了一个鸟窝 那外出巡食的鸟儿 像是投工减料 窝间的凤孔很大 一遇站在树下 还能从缝隙中 看见几枚白色的鸟蛋 望着这鸟窝 他竟又慢慢地出神 不知过了多久 隐约察觉到被人注视 放扭头看去 可身边的老道人 两眼依旧在盯着树叉 就好像他刚才 被人注视的感觉 不过是错觉 客远厅贫道一劝 啊 一遇满头雾水地 看着老道的侧脸 道长同我说话 老道回头 脸上已没了方才 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扫过遗余面旁 道 能同小施主得欲怀下 既是有缘 贫道善观面相 见小施主眼烧起韵 像是有阴将尽 没斩拢病 必是嫁得富贵人家 好事成双 急之二成 然 被他一一言中 一遇惊讶中 正是半信半疑他 听他当中卡住 不由出声追问 然是如何 小施主可愿听贫道一劝 又是方才那句 一遇一边疑惑 这道骨先锋的老人 该不是个骗子之类的吧 一边回道 道长还请直言 然此阴带祸 利益人而必众人 折命损兽 祸及可危苍生 看着这一本正经的老道 一欲眨了下眼睛 面色平缓 心里却是笑开了花 亦是八成肯定 这人是骗子 就不知是图的什么了 便顺着他的话 一脸虚心地开口问道 那一大师之见 该当如何化解 老道窥见他眼底的虚笑 目中金光一闪 沉下声来 一字一顿 趁其未始 当断极端 一欲胸口一顿 莫名地烦躁起来 脸上做出的神情挂不住 由刚才客套 变成了冷淡 道 道长可曾听过 宁拆石坐桥 不悔一桩婚 且不说我是否真的有阴将至 你我仅是一面之缘 单凭一句异策 便让我信之听之 是否无稽了些 老道见他拉下脸 沉默了片刻 又光明正大的 在他脸上寻了一遍 眉心皱起 方要再劝 虎闻头顶一动 嘎嘎 一声叫唤 让一欲仰头 再次看向树枝 一眼便瞧见了两只乌鸦 结伴落在了那只 简陋的鸟窝边上 一只左右打亮着四周 低头看见树下两人 半点都不害怕 显然防得不是他们 另一只则贼头贼脑的 探头看向鸟窝里 他幼时住在乡土 看这情景便知不好 心一跳 不多想便匆匆低头地 从地上一扫 弯腰抓起了树脚 一颗小石头捏在纸巾 后退了一步 摒弃宁神 甩手便朝着树上射去 啪 嘎 嘎 两只乌鸦被弹在 他们脚边的小石头 惊了一跳 扑腾着翅膀飞了起来 冲着树下不甘地叫了几声 见得人类又扬起手来 欲丢他们 吓得掉头就飞走了 呵呵呵呵呵呵 身边的笑声 让一语持觉 方才动作粗鲁 尴尬地放下了 空空如也的右手 背道身后 扭头对着老道尴尬道 道长尖笑了 这道人想想他方才设石子的动作 再看看树上的鸟窝 捋了捋长须 轻叹了一声 护声却不伤声 小石主听老道一句 切记心存善念 万事方可有退 说吧 也不再看一语反应如何 甩甩手中的浮沉 转身扬长而去 手中自语喃喃道 爸爸 世间起伏 怎有你说 一语看着这神神叨叨的老道士 走远 才伸出右手 弹在面前看了 有些不满地 撅了下嘴 郁闷道 都是昨天 写字手僵了 本来是想打那坏鸟的 怎就偏了 这丢石子 好歹是练了一年 也能失手 真笨 一语在禅房 等了李泰 约么小半个时辰 他才回来 他一字未提 那老道的事 也没问他 找着天鹤寺的方丈谈什么 两人说好 中午在寺里用午膳 还有半个时辰将午 便由他 领着在这寺内逛起来 大佛堂后 有条阳长小径 两边灌木丛生 远处又有高塔 他们一前一后 走在石团上 有一句 没一句地搭着话 这寺里倒还幽静 一遇走在李泰后面 低头看着路 看着看着便注意到 脚踩了他的影子 停顿一下 拉开又窃笑着跟上 刻意将每一步都踩进他的影子里 这春末正晒 正好借他遮阳 若是喜欢 可常来走走 来吃斋菜还好 闲逛就免了吧 为何 一遇老实道 我其实是不大喜欢到寺院来的 那回无缘一笔 他曾被高阳暗算 丢进了井中 受了一场罪 天黑才被寻到 若非是大白天 同理他一起 这样的小路 他一个人是万不敢走的 嗯 一遇笑了两声 捏捏耳唇 大趣道 我又不信佛 既无像佛之心 经常到寺里来闲逛 怕是会被神佛惦记上 李泰没接他话 一遇正跟着他影子走 没留神 他忽然停下来 差点撞上 伸手拉住他衣背 稳住身形 抬头道 怎么了 再往前走就是后门 回去吧 李泰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将人拉近 折道往回走 见远了小路的尽头 灌木丛后 是有一口弯圆的小湖 静静地躺在圆角 湖边一片脆竹成荫 等不来人 中午的宿斋 没能在寺里吃成 他们两人回到禅房 阿生便匆匆忙忙地 找进了寺里 附在李泰耳边 滴雨了几句 一遇没听见 可也没错过 阿生看向自己时 闪避的眼神 他想从李泰脸上 看出些什么 就更不可能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昨晚 阿生小声回答 李泰思考了片刻 转头对一遇到 你先到天矮阁去等我 一遇心里是好奇 可见他没同他说的打算 郁闷了一小下 还是点头硬了 李泰就让阿生 先载着他离开 马车在天矮阁门口停下 此时正是正午 一楼人坐满 穿戴整洁的伙计们 穿梭在席间端茶上菜 掌柜的正在楼角柜台后的算账 时不时地瞄一眼大门口 看见一遇一个人走进来 割了笔却没迎上去 等人上了二楼 才叫来伙计吩咐了几句 自己跟上楼去 在二楼 向三楼的楼梯口僻静处赶上了人 略攻了腰一里 伸手去饮 见过小姐 请最小的上三楼去 经理少有人知道 这天矮阁是李泰的产业 两年前 一遇偶尔会跟着李泰来这儿用膳 在离京之后回来 也就来吃过一回 但该认得她的 却都认得 一遇客气地冲她一笑 边抬脚上楼边道 就我一个人 这会儿客多 我又不但饿 简单商量到小菜就行 不急 在两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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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里